久久重阳节前夕 无党级机动市长参选人黄西贤 除了亲自参加重阳节敬老活动 向长辈老人家请安问好争取支持之外 更力推安心养老世代正义的政策政见 包括补贴65岁以上长者 55岁以上原住民的健保费 并且免费接种肺炎炼球菌疫苗 以及推动所谓石头汤计划 也就是社区整合照顾服务 将失能长者所需要的跨专业服务 送到家 包括居家医疗护理 复健 药师 营养餐饮和辅具等等 以及免费除值480点进老卡 基隆的人口在逐渐的老化 老化的比例也将近17%左右 那么我们希望这些老人 在基隆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么年轻人他们放心地去上班 安心地成家 安心地就业 老人他也能够享有肺炎炼球菌 免费地失重 然后对于一般的福利措施 我们希望能够推出禁劳卡 比照台北市来处置 让他们能够尽量走出户外 来使用这个禁劳卡 对于社区的一些福利 市政府这边推出一些活动 都能够积极地参与 再来最重要就是比照台北市 能够推行一个石头汤计划 这个石头汤计划事实上就是抛砖引玉 虽然在童话故事里面 它是有点好像说 骗大家把菜拿出来 骗大家把物质拿出来 他的实质的精神是不要浪费资源 让这些资源得以充分的分配 让需要的人能够得到这些资源 另外黄熙贤也力推在基隆成立第一座的 医学中心照顾长者 而轻盈共居 让年轻人可以向银法房东租房子 享受租金补贴 和轻盈就业 比照台北市劳动局创设银法植物新创中心 让长者活到老学到老 而60岁左右 仍然有适当适宜的工作机会 等世代正义政策 在基隆有很多的就业 他们必须到外地去 就是离开基隆 所以在长者的照顾上 基本上都是仰赖 社区跟礼 这个长照关怀据点来运作 但是毕竟这些资源跟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政见计划里面 我们也希望说结合 社区里面 甚至我们基隆市的大学 它本身有这些照顾系 营养系 他们能够一起投入 包括这些学生 是不是能够跟这些长辈 需要照顾的 甚至独居的 在我们推动所谓社宅 或是中级社宅这方面的计划以后 他们能够跟他们一起来 尝试居住 照顾 朝这个方面前进 有几个县市也做了 尤其是台北市做得不错 我们也希望 我们在身为台北市边陲的城市 我们能够慢慢赶上这些六都 比起一些像是天边彩霞一样 讲起来很动听 却做不到的政见 安心养老 世代正义的政策 更加真实有用 照顾好为国家社会 奉献一生的 引法组长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